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6月12号 我是夏扯淡 我是胡脸脸 欢迎收看韭菜专享新闻联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唐山打人事件是我国进入受信时代的开始 拍摄大梁山婚礼被我党教育 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习主席忙得直跳脚 党政官员后代会将我国建设成武力第一强国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据本台消息 河北唐山打人事件在国内外掀起了渲染大波 因原视频过于血型暴力 本台再次不播放相关视频 还没看过原视频的观众 请自行前往各大网络平台 搜索关键字唐山打人 查看相关视频 对于如此重大的恶性事件 我党的好儿女北京头条 也做了相关的文字报道 报道中将摸女士的背说成是靠近交谈 将暴力殴打说成是对抗 这一套咬文嚼字的功底 果然深得我党的真传 本则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的原则 这种打架斗殴欺负娘家妇女的事情 在我大中华本就是小案 靠关系就能摆平 如果闹事的人不是打得好儿女 试问还有哪个韭菜敢在我党的地盘上 调戏并殴打妇女 我党分分钟会教她怎么做人 据网友查证 这些打人者中 有一人很可能是警察 此事件原本已经被唐山公安迅速平息 打人的人公开说花了60万就摆平了 还高调的给自己庆祝了生日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自己发布的炫耀视频 啊 还为那女生撑腰吧 还为那女生撑腰吧 和解了知道吧 60个打不了啊 所以说你们给这网上嗡嗡三尿的兄弟们 你们给这抄抄替人撑腰有啥用啊 没有用啊 我都说了最后绝对打你们脸呢 啊 啊兄弟们 啊 60个打不了 我这一看挺好啊 就挺精神的 祝我自己生日快乐啊 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今天这生日礼物 太棒了啊 一会有惊喜 所有黑粉们 有人说这是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是不可以和解的 对于这个问题 请您永远记住一个常识 在我大天朝 发生任何一件事 都不要说不可能这三个字 打人的人不仅庆祝了生日 还公开发表了威胁视频 此人可以自由出入网间大队 可以通过网络找到你的老婆孩子 就问你怕不怕 打这块已经报案了 不管是谁转罚 谁恶意炒舵的 是吧 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明天上午 然后我再去这个网间大队 是吧 我再调查一下 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粉丝们 是吧 评论的率也挺高 我希望呢 在没有真相之前 咱们都有家人 都有老婆 都有孩子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乱发了 是吧 在这样发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 是吧 同时在网络上 还有很多人疯狂带节奏 说女孩深夜入窜 不正经 说女孩被人骚扰 是因为自己举止轻浮 本来事情早该结束了 但是我挡了这个龟儿子 实在是太嚣张 太低估了韭菜们 敲键盘的能力 我国的韭菜 虽然现实中不敢见义勇为 但是网络上那是欢食的很 很快就有人爆出 被打的两个白衣女孩 一个已经死亡 一个还在ICU 现在人已经死了 那60万有没有给 还不一定 而且此事件 一开始就不是男女搭讪 而是强奸为谁 现在事情越来越大 这几个龟儿子给我党丢脸就大了 9个人已经全部被刷 我党苦心经营的全球最安全国家的形象 被这几个不孝子一下全部给毁了 如果不给这些龟儿子一点教训 那我党以后在国际上还有什么脸面 同时也是杀鸡紧红 让其他的龟儿子也要注意闹归闹 千万不要把动静闹大 给打妈丢脸 至于这些龟儿子后面的保护傻 韭菜们想都别想了 给你们一点点 你们还蹬鼻子上脸 都老老实实呆着吧 当真以为键盘上敲几下 就能换来青天白日 做白日梦吧 鉴于唐山打人事件的深远影响 本台想提醒各位韭菜 我国即将进入寿性时代 在寿性时代里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温良公俭让 已经大案无存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和全保护 没有被建立 剩下的只有富害冷漠凶残 互不信任 随着中美交恶 全球化退潮 经济持续下行 持续了两代人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已经结束 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增量时代也随之结束 在接下来的存量时代里 财富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 文化的萎缩坍塌会更加严重 先进的西方文化 会被我党隔绝在外 本土的农业文明中的土别 庸俗 弱智 残暴 会得到迅猛发展 对于上了年龄和有一定阅历的人来说 这种兽性时代并未离我们远去 它只不过是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里 被其他文化压制了 一旦开放结束 兽性时代就会立马回来 类似唐山打人事件 只是刚刚开始 更大的深渊正在悄悄凝视着中国社会 请看下一条消息 最近又有自媒体严重辱华 有自媒体在四川大梁山拍摄一幅朴素的婚礼现场 发布到抖音平台 给境外势力订了一个大大的刀子 我国人民早就摆脱了贫困 走上了共同富裕 怎么可能允许这类视频出现在网络上 这个视频不仅仅是辱华 更重要的是它辱习 严重侮辱了习主席领导下的全民脱贫的光辉政级 胆敢在二十大这个节骨眼上 给反习派递材料 给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 真的是胆大包天 我打的各位同志 已经找到该视频发布者 询问了视频博主 有没有受境外势力指使 回答是没有 视频内容是否真实 有没有摆拍 回答是完全真实 没有摆拍 所以这个真实的视频 正好说明了我国移住人民的勤劳淳朴 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德 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解读 而且还要说明这些人都是有钱人 在故意装穷 这样才能挽回我党的面子 请看视频博主被我党教育后 最新发布的澄清视频 另外我想跟这种所谓的大卫说 你们曲解我的意思扭曲事实 然后甚至有一些利用这个事情抹黑祖国的这样的事情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好之为之 另外我在这里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就是那对结婚的新人 他们老早就在镇上有了一套110平方的新房 之所以选择在老房子里面结婚 是遵循了当地的一些习俗和一些习惯 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恶意的以讹传讹了 请看下一条消息 据本台消息 近日 我过南方的湖南广东广西等多地爆发严重的洪涝灾害 洪水围城 桥梁断裂 房屋倒塌 高速公路被冲毁 39人死亡失踪 习主席先去了四川 远程隔空指挥北京上海的抗议和两广湖南的抗洪 在四川他再次重生 坚持动态精灵的方针不动摇 坚持一条道走到黑 他在四川期间为迎接他的到来 四川一天地震11次 吓得习主席立马返京 远程隔空指挥四川抗震 习主席真的很忙 二十大之后会更忙 请广大人民群众少给主席填乱 请看最后一条消息 唐桑打人事件后 防蓝喷雾成为网络热搜词 有网友发现淘宝上买不到防蓝喷雾 其实这些防身用品 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全面禁售 背后的原因很朴实 总书记姓太善 见不得我人民警察被维权群众用辣椒水喷眼睛 唐桑打人事件的另一个影响是 让我国本就低得可怜的生育率再次雪上加霜 很多韭菜在网络上这样描绘中国女同胞的现状 人少的地方被尾随 人多的地方被暴打 没人的地方被偷拍 出生的时候被遗弃 年轻的时候被拐卖 铁链酸子生八胎 结婚被家暴 离婚搞冷静期 死后还配阴婚 而我们的热搜上 天天挂的是如何提高生育率 这个现象说明我国的韭菜真的生不动了 各位党政机关干部 既然韭菜们已经生不动了 以后唯一有条件能生孩子的就只剩你们了 你们的流氓和黑社会基因一定会武装我国 将我国变成宇宙第一战斗力强国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